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QB相较于spark官方的spark3server又有什么优势呢 这里面有两张图 左边那张图是spark3server的架构 我们可以把spark3server当作一个常运行的sparkAPP 它需要负责接收用户的seq请求 以及说seq的编译和执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park3server它是不支持多数户的 因为这个红色和蓝色用户的seq请求都在同一个APP里面去完成 所以说当用户的请求达到一定量级的时候 它会成为一个单点瓶颈 而且由于spark3server需要保存计算结果和状态到内存里面 所以说它是不支持HALB的 也很难进行水平区扩展 右边是QB的架构 QB它的结构分为两层 一层是QB server层 另外层是QB engine层 对于这个红色用户 它拥有红色的一个APP 蓝色用户拥有一个蓝色的APP 所以说QB它是多租户的 不同的用户的计算结果是隔离的 是资源隔离的 然后QB只需要去接收用户的这个请求 然后把它转发给对应的48APP 所以说QB server几乎是无状态的 我们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 然后去决定部署QB server的数量 很容易进行去水平扩展 这里呢 红色用户的请求转发给红色的APP 至于说具体转发给哪个APP 取决于说这个APP的一个共享策略 我们后来会对这个APP的共享策略进行一些介绍 QB拥有灵活的引擎共享级别来满足不同的使用场景 比较常用的引擎共享级别是Connection级别和User级别 对Connection级别下 QB server会为来自克兰端的每个链接都创建一个单独的QB engine 比如说这里 来自TOM有两个克兰端链接 QB server分别为他们创建的QB年级计算 它比较适用的场景是ETL场景 因为ETL job是workclose比较重的 所以说我们是最好为每个ETL job都创建一个单独的APP 这样可以做到Connection级别的资源隔离 然后对于User级别 User级别下对于同一个用户的所有链接 它都会去share同一个属于它的一个engine 比如说这里TOM的两个client链接 QB server都会帮它转发到属于TOM的一个QB engine上 而对于Jerry的链接会被转发到属于Jerry的engine上 所以说它是做到用户之间资源隔离 但是用户内部都是资源共享的 然后它比较适用的场景是Adhoc场景 因为Adhoc的query是比较轻量的 所以说完全可以共享同一个engine 而且当这个engine已经触手化过之后 后续链接都是秒级进行链接 非常的方便 同时我们还对user级别进行一些增强 比如说我们支持一个label的概念 我们可以给一个engine打标签 比如说TOM有几个GDPC用用 每个GDPC用有不同的用途 比如说有的用途是用于feature开发 有的用途是用于在preproud上线之前进行测试 TOM可以在client端指定label 说我要连接这个feature开发的一个engine 然后QPServer就会帮它转发给对应的label的engine 这样可以做到一个用户内部application之间的隔离 就是按照label进行隔离 它是一个更加细地度的 就是可以在user内部更加细地的隔离方式 同时我们也支持了一个engine pool的概念 engine pool就是引擎池 在加尔编程里面我们经常运到线程池 它是为了实现高并发 engine pool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效果 用户可以创建一个引擎池 这样的话它连接进来之后 QPServer可以为它从这个引擎池里面 随机选择一条engine計算 它比较适用于说client端有高并发的需求 比如说在BI场景下 我有几十个叫不要跑 然后我可以创建大量连接 然后QPServer之间可以把这些连接均匀的 展发给池子里面的engine 对到一个client端的高并发 我们这里介绍了很多灵活的共享级别 可以看到一个用户可能会有一个或者说多个engine 那么我们有很多用户 所以说我们可能有成百上千个engine 那么QB是如何去管理这些engine呢 其实engine的管理是serverless的 是engine的生命周期是由自己去管理的 首先一个engine它首先启动 启动之后呢 向engine的服务发行能进行注册 这样的话QPServer就能从 engine的服务发行能找到这个engine 然后跟它建立连接 后续的话QPServer把这个query 转发给这个engine已经计算 然后计算完成之后呢 QPServer和engine之间的连接断开 之后的话就设计一个ttl的管理 这个ttl的话会分为engine的ttl和accessorttl 因为spark它是一个分布式的计算框架 所以说它是有driver和accessor的 对于accessor的ttl spark有一个叫做动态资源管理 当这个accessor空闲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被driver回收掉 所以说这个accessor就设计去结束了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engine的ttl 当content级别下 因为content级别下 它是content间隔离的 它这个engine是不会再被共享的 所以说对content级别下 当连接断开的时候 它就可以直接去结束这个engine的生命周期了 对于其他的共享级别 比如说user级别 它可能后续还是要用的 所以说它就有一个ttl 比如说当我这个engine已经空闲了12个小时之后 我就会自己去结束自己生命周期 或者说我们定义了一个engine的最长运行时间 比如说7天 当这个engine已经运行了超过7天之后 它就会知道自己已经超过了最大的生命周期 然后它就会去从engine的服发现层取消注册 这样的话新的连接就不会找到它 就不会有新的连接再过来 它只需要等当前已经建连接 就是完成之后断开之后 然后就可以去stop 就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周期了 所以说engine的管理是serverless的 是由engine你自己去管理的 QB是高效的 QB目前支持CQ和Scalar两种语言 甚至说你可以在同一个notebook里面 同时写CQ和Scalar语句 CQ语言它是非常用户友好的 它可以让你在不了解你情的内部原理情况下 使用简单的CQ去处理数据 但是它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Scalar语言具体一定门槛 但是它非常灵活 使用Scalar语言可以操纵Spark DataFrame API 来处理更复杂的数据 我们这里举个例子 你可以在一个notebook里面 同时写CQ和Scalar两种语句 在这里我们首先用CQ语句 创建了一张training data表 然后呢我们通过set命令 把QB的OperationLanguage切换为Scalar模式 然后后面我们就写了一段Scalar代码 然后我们调用了mrlib的 一个kmeans的一个库 然后对这个training data 进行了一些转换 然后最后用dataform API把它存为一张表 后面的话我们再用set命令 把它切换为了CQ模式 然后我们继续用CQ去处理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灵活 我们通过使用CQ和Scalar 同时使用可以cover大多数的分析场景 前面简单介绍完QB项目 我来介绍一下Ebay的Unified and Serverless Spark Gateway 在对QB进行电源之后 我们决定基于QB来构建Ebay的Spark Gateway 在经过不断的探索优化和完善之后 我们的Solution如右图所示 首先我们是把QB部署在QBIS之上的 然后使用QBIS的Light Balancer 作为QB Server的复发线 在这之上呢我们要满足各种使用场景 我们要满足GTBC Applite连接的场景 要满足ETL CQJob和ETL架包任务提供的场景 要满足BI工具的需求 要满足来自个人用户Private Client的Spark需求 同时我们在Ebay内部有多个Hasb集群 我们不想为每个Hasb集群的部署一个QB服务 这样会增加我们的运维成本 所以我们最终使用一个Endpoint来服务多个Hasb集群 比如说我这里画了ABC 三个集群 同时呢我们也要支持多种SPAR功能 我们不仅仅要支持SPAR CQ和SPAR Scala 我们还要提供SPAR和Job提交的服务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多场景 多集群 多功能 这是我们关于Unified这一块的诠释 然后关于Serverless 首先我们的QB服务是不属在QBIS之上的 它是Cloud Native的 然后它是支持HXLB的 然后我们的Engine又是Serverless的 然后Engine还是支持多住户的 也是更加稳定的 后面的话我会 我会对多场景 多集群和多功能分别展开 关于多场景 首先QBIS提供了丰富的API 包括Service API RESTful API 以及和GDPC ODPC Java进行集成 所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Unified的API 就是说支持各种API 用户可以调用各种API 然后关于全认证 主要分为Curberless全认证和Passport全认证 Curberless全认证是 Hydrope生态内最通用的一个认证方式 所以说QBIS作为一个大数据的Gateway 是一定要支持Curberless认证的 而Password认证是比较灵活的认证方式 它不需要你在本地提供TiketCash 不需要你提供Ktype 只需要通过Password就能做到认证 而我们想要把QBIS打造成一个Unified的Spark gateway 那么我们是一定要 而且想要满足各种场景 那么我们是需要同时支持Curberless 和Password全认证的 而在此之前 QBIS的Thrift协议 只能支持Curberless 或者说Password认证的一种 然后对Restful 因为它是个新家的协议 所以它是没有全认证的 然后我们Ebay 对于全认证这块 做了很大的增强 我们是为Thrift和Restful 都同时能够支持 Curberless和Password认证两种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称之为Unified Authentication 有了这个Unified的API 加上Unified的Authentication 我们才能让用户使用各种API 或者使用各种认证 来连接我们的服务 来Cover所有的Spark user case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用一个Enterpoint 来服务多个Hydrope机群 这个背景是这样的 我们Hydrope题目 维护了多个Hydrope机群 如果说我们要为 每个Hydrope机群的部署 一个QB服务的话 那么势必会增加 我们的运维成本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每次做亲戚 都要在多个机群 重复的做几遍 我们就在想 是否可以用一个Enterpoint 来服务多个Hydrope机群呢 最终我们引入了一个 ClusterSelector 用户在创建连接的时候 需要指定说 他要连接哪个机群 然后我们会去load 对应机群的conf 这里面包括ZooKeeperConf ZooKeeper呢 是用于说Engine的浮发线 当一个Engine启动之后 他会向ZooKeeper这里去注册 然后QBServer呢 就能从这个ZooKeeper里面 找到对应的Engine 然后再跟他去建立连接 如果说不存在 合适的Engine的话 QBServer需要去启动 一个新的Engine 这样我们需要一些 HydropeConfDIR 或者说HydropeConfDIR SparkConfDIR这种 集群相关的环境变量 以及说集群的其他的conf 来启动一个SparkEngine 之后呢 Engine启动之后 会向ZooKeeper进行注册 然后QBServer 就能再次建立连接上来 同时呢 因为每个机群 都有一些ProxyUser的 一些全程证 每个机群的ProxyUser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也支持说 每个机群 在做ProxyUser的全程的时候 用它单独的HydropeConf 去做这些认证 同时QBServer呢 也支持 对Hydrope的一些 CredentialToken 轻易管理 比如说包括 Hydrope的FailSystem的 DelegationToken 据说HighMath做的 DelegationToken 这样可以让Engine 在没有KTab的情况下 可以由QBServer 负责刷新这些Token 然后定期它去向 QBEngine发送Token 去刷新Token 让它可以 在没有KTab的情况下 长运行 比如说超过7天 通过这样一套 ClassSelector 这种概念 我们就用了 EgendPoint 来服务多个Hydrope基群 这样的话 对于用户来说 它只需要记住 一个EndPoint 而极群的选择 对它来说 只是一个Conf 而对于我们 平台误会训人员来说 我们只为HolikEndPoint 每次做 做亲戚的时候 都只用做一次 QB提供了CQ的功能 但是我们不仅仅 有CQJob 还有些驾包任务 我们称之为 Batch任务 比如说ETR平台 需要提交 很多的驾包任务 所以说QB一有的功能 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然后我们Drive了 QBbatch的实现 是通过Rest of API的形式 来提交BatchJob 首先用户需要通过POST 发送一个CreditBatch的 一个请求 到QB Server QB Server会立马返回 一个BatchID 它是一个UUID 然后QB Server 会把这个BatchID 作为这个BatchJob的tag 然后加入到Spa3B的 康复里面 因为Ebay是使用Yang 作为System Manager 所以说我们是把它 加到YangTags里面 这样的话BatchID 就同时跟QB Server 以及说跟Yang 然后都进行了 一次绑定 之后呢 用户就可以通过 这个BatchID 去向QB Server 拿BatchReport QB Server又会像Yang 通过BatchID 拿这个ApplicationReport 然后合并一些QB Server端的 一些信息 比如说 它的创建时间 以及说 是哪台阶点创建的 这个Batch 然后返回给这个用户 用户也可以通过 这个BatchID 去获取本地的 Spa3B的日志 可以清楚地知道 目前Spa3B 已经到了哪一个阶段 可以知道 Spa3B端发生了什么 如果说发生了错误的话 它可以能够清楚地知道 是有什么错误 然后也可以通过 第一次方法 关闭目前正在运行的 一个BatchJob 如果这个BatchJob 还没有提交到 Yang机群 那么QB Server 需要Kill掉本地的 Spa3B的进程 如果说它已经 提交到Yang机群 那么QB Server呢 需要通过这个BatchID 然后去Kill掉 正在运行的 一个Job 然后返回给用户 一个Close的结果 其实图里面 这四个API 都是针对 单个QB节点 比如说 拉取LocalLog 即说 需要QDL 本地进程的 这种操作 都是需要在 创建Batch 两台节点 进行处理的 但是在线上呢 为了实现 HA和LB 我们都会 部署多台QB节点 为了实现 这个多台节点的 HCA 我们引入了 MathCity Store 以及说 QB节点之间的 内部Restful 请求转发的机制 这个MathCity Store 是用于存储一些 一些Batch的原数据 包括说BatchID 比如说创建Batch的 一些CANF 然后参数这种 原数据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QB节点信息 比如说是哪台节点 创建了这个Batch 都会加到原数据里面 有了这个MathCity Store之后呢 这个Batch的原数据 就会对多台的 QB节点所可见 所以说 包括说目前的状态 以及说是哪台节点 创建了这个Batch 关于QB Server之间的 Restful请求转发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 比如我们Ebay 是使用QBass的 LodeBalancer 作为QB Server的 发现 每台Restful 请求都会从LB里面 随机选择一台QB节点 来处理 比如说 我们在创建 QBBatch的时候 是在QBBatch 几点一 就是在QB几点一上 进行创建的 然后后面呢 我们想去拉取 这个Local Log 然后我们向LB 发送请求 LB选择了QB几点二 帮你去处理 QB几点二呢 首先它在内存里面 没有找到这个 这个Batch的信息 然后它就从MathCity Store里面 去查它的 这个Batch原数据 发现它 它是由QB几点一来创建的 然后它就会把这个请求 转发给QB几点一 然后由QB几点一 拉取到本的日志之后 然后转 然后返回信息给QB几点二 然后QB几点二 再去把这个结果 返回给用户 这样的话 就用户就成功的 通过QB几点二 然后获取到了 就是获取到了 那个就是 四八三米的日志 通过这个MathCity Store 以及 节点内部转发 我们实现了多节点的AHA 也就是说 用户连接 Ludbalancer后面的 任何一台QB节点 都可以得到它想要的结果 通过用于MathCity Store QB server 也可以在服务重启的时候 恢复重启前正在运行的Job 如果说这个BatchJob 还没有提交到样机群 那么QB server会去进行 重新提交 就是根据MathData里面的 一些原数据 进行重新提交 如果说它已经提交到样机群 那么QB server会去监控 这个正在运行的 这个Job状态 同时呢 我们也对MathDataStore 进行一些增强 当MathDataStore有问题 比如说MathCity 它短期不可用 不可用的时候 我们会把更新MathData的 一些请求 Buffer在内存里面 然后进行一步的去拆 然后不补了 用户的一些主线程 同时 当MathData不可用的时候 我们对于请求 这个Batch状态的这种请求 我们会Fullback到 样上面去拿一些 Job的状态 然后对这个状态进行补充 然后再访问用户 同时呢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Restful的CommandLine 和Restful的SDK 这样可以让用户 很方便的去使用 我们的服务 他们不需要去 使用Curl命令 去Curl一些很原始的 这种Restful API 可以使用我们的CommandLine 然后更加的用户友好 然后Restful SDK的话 也可以让一些平台 使用编程的方式 跟我们进行集成 同时呢 我们拥有了这样一个 中心化的提交 BatchJob的服务 也方便我们去监管 就是用户的 SparkJob提交行为 举个例子 我们eBay内部有一个 项目用于管理 这个Spark任务的发布 用户在需要发布一个 任务的时候 需要经过CICD 然后最终它的价包 会被release到某一个目录下面 然后我们是只允许 这个release之后的价包 可以提交到Headwork机群 使用QB Server 作为这个 Batch中的提交的服务的话 我们可以在QB这边 去监控这些行为 做一些提交全线交易 可以拒绝掉这些 不合规的一些 价包的提交 而不是说让任何价包 都可以运行在 我们的机群之上 也可以提高我们机群的安全性 然后这个Batch的功能 我们已经贡献给社区 这个是社区的一个 Umbrella Ticket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上一页我提到了 QBatch SDK和Command Line 首先SDK的话 就是方便平台 使用编程的方式 给我们进行集成 也方便他们从已有的 其他Spa Summit服务 迁移到QB 我详细介绍一下 QB的Batch Command Line 它的名字叫做QBCTL 然后听起来很像 QBs的CubeCTL 然后命令风格也很像 是QBCTL后面跟一个 Action类型 比如说Create Get 然后后面跟一个 Resource类型 我们是把Batch 当作一种Resource类型 然后最后面跟参数 这里的Create Get Logs 以及Delete命令 对应于说我上一页 介绍的四个Batch Restful API 都是一些原子操作 然后对于这个Submit命令 它是一个复合操作 它包含了Q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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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QBs一个Batch 然后呢 就去拿这个Batch的 SubmitLog 以及说它当前的一个状态 然后等到它这个Job完成 或者是说 这个BatchJob提交到 ResourceManager之后 它就结束 它的使用体验呢 跟原生的SparkSubmit 是几乎完全一致的 然后这里 Submit命令后面我们看到 它跟了一个参数 叫做 是一个YAM文件 可以在里面指定 APIVersion 目前就是V1 可以指定这个BatchType 目前是支持Spark 然后Flink的支持 是在进行中 可以指定这个BatchName 以及说它的 Resource架的location MainClassName 这个参数列表 也就是说ConfigMap 或者是这个CommandLine的一些Option 这种YAM格式呢 可以让这个BatchJob的命令 启动命令看起来 更加的简洁易懂 用户只需要去 安装一个QBCTL 加上一个YAM文件 就能提交一个SparkJob 到我们的集群 非常的轻量 而在此之前呢 它们想要完成这个功能 需要去在本地去 setup一套HydroopSpark的环境 然后需要去安装HydroopSpark 以及说配置HydroopSpark的配置 其实是很复杂的 而且它们还要去管理安装包 因为Hydroop和Spark版本 是一直在升级的 然后用户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维护成本的 如果说你使用QBatch的话 是不需要去关心 这个Spark的小版本升级问题 你是永远在使用 最新的Spark版本 因为最新的Spark版本 它也会更加的高效和稳定 同时也会节省一些群资源 也可以减少 开发和运维人员的人力成本 在我们部门推出QBatch服务之前 Ebay有些平台也搭建了 自己的Levy服务 用于SparkJob提交 然后我们也在 跟这些平台进行集成 帮助他们从Levy 迁移到QBatch上面来 我这里简单对比一下 LevyBatch和QBatch 首先关于Restful API Levy的API设计是很好的 然后QB在设计 Batch API的时候 也参考了Levy的API设计 关于A7A Levy只支持单几点的A7A 而QB是支持多几点的A7A 是更加的稳定和可扩展的 Levy和QB都支持说在服务重启的时候去Recover BatchJob 除此之外 QB还提供了BatchRest SDK 以及说CommonLine 可以让平台用户和个人用户 都更加方便地去使用QB的Batch服务 另外一点就是说QB社区目前相较于Levy社区来说 更加活跃 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完善这个功能 也推荐大家去使用一下QBBatch的功能 目前是在主分支可用 也会加入到即将发布的QB1.6.0版本中 介绍一下我们Unified and Serverless Spark TV的收益 首先对于用户而言 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访问我们的Spark服务 可以通过Service API,Restful API,GDPC,ODPC来访问 可以访问多个举行的数据 可以使用CQ和Scalar高效地去处理数据 然后QB提供了各种使用场景 可以满足到它的各种需求 然后它可以轻量地去访问我们的Spark服务 而不需要去安装Hydrobo Spar Binary 然后Spark版本也是以下来说是透明的 然后对于平台而言 我们拥有了一个中心化的Spark服务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CMMSpark Release 可以很方便地去监管用户Spark Job提交的行为 它也是非常容易维护的 因为我们目前只维护了一个Endpoint 然后QB Server也是Cloud Native的 非常容易扩展 然后QB Engine也是Serverless的 是自己去管理生命周期的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QB社区的Roadmap QB于去年6月份有网易捐献 进入Apache复化器 然后在9月份发布了第一个Apache版本 1.3.0 此时的定位还是Serverless Spark 也就是企业级的Spark网关 在这个版本增强了Spark的AQE 以及优化了Spark的小文件问题 在后续12月份的1.4.0版本里面 支持了Spark The Order 引入了更多的引擎扩养级别 比如说Engine Pool 增强了企业级安全特性 扩展了QB的GTBC 今年3月份的1.5.0版本 是一个重大的版本 因为它改变了QB的定位 在这个版本里面 我们支持了Fling CQ和Traino CQ 非常感谢T3出行 阿里和中国移动的同学 做这个贡献 这个版本也支持了Spark Scala功能 也与Delta Hudi Azberg等数据户组件 做了很好的集成 然后也提升了服务的可观测性 QB的定位变成了现在的 Severless CQ Unlock House 接下来我们将Release 1.6.0版本 在1.6.0里面 我们会支持提交BatchJob 也就是我今天介绍的QBatch功能 支持Restful API 然后在后续的版本里面 我们会支持 加一个监控的一个UI 也会支持Hive CQ和Dority CQ 这个是目前已知的 在使用QB的公司 右下角是Kithub链接 大家可以扫描看一下 他们的使用案例 即说他们在使用QB解决 什么样的问题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里有两个二维码 左边是QB的微信公众号 右边就是刚刚那个链接 欢迎大家去扫描 也欢迎大家去分享 自己的使用案例 也欢迎大家加入QB社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